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你要做的就是远离下面所说的这几件事 看看你可以做到吗 要想健康长寿 首先就要远离的事情 一 酒精饮料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 不仅仅是中老年人喜欢喝酒 就连年纪轻轻的人群也以喝酒为乐 在聊天的时候喝 在唱歌的时候喝 在玩游戏的时候喝 在吃饭的时候喝等等 几乎每个生活地方的影子都成了酒瓶的地带 但在这里奉劝大家的一句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健康长寿 真的想要人在中年的时候 没有很多疾病找上自己 不管是对于喝酒 还是对于酒精减料 就别再喝下去了 拿具体的例子来说 从我们喝酒后的一分钟起 酒精中的20%就能够介入我们的大脑 侵害我们的睡眠 心理等多个方面 接下来对身体中的口腔 肠胃 肝脏 痴脏 肾脏都将会不小的危害 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喝酒后 肝脏就可以完全给机体解毒了 要想健康长寿 首选就要远离的事情 第二 香烟跟酒精最为搭配的 不用大脑多想 就直接指向了香烟 烟草可诱发多种癌症 而这些癌症只占三分之一 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是什么呢 剩下的危害还会直接损害心脏健康 确管健康 在我国 一项数据表明 因为七香烟而猝死的人群 能够占到45%左右 对中老年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来说 哪怕是你只吸上一口烟 在这个一口烟中 你就能够接触到香烟 终多达78种的致癌物 想要健康长寿 首先就要远离的事情 三 节食节食在所有的减肥方式中 最常见的一种 节食减肥一半靠的是你的毅力 而另一半 吃饭确实在损伤机体中的肌肉以及水分 从来都不是大家所希望的脂肪 从人们的生活环境来说 每天吃饭都是为机体能够维持生理功能做贡献 但因为多种疾病的高法 让很多人滋生了节食的想法 这样不吃饭也不会让病从口住 甚至是有不吃晚饭可以更长寿的说法 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俗话说得好 一顿不吃饿的荒 这个是人们最真实的感觉 本身人们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 其实是胖人也不例外 再加上不吃 反而会影响你的健康长寿 各位朋友 你认为得健康长寿是什么样子的 都会怎么去做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说说你的养生想法